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凌晨两点 全城正酣睡在檐下中 砰 砰 砰 三声清脆的枪响划破深夜 古城惊醒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 仅用四个多小时就肃清了南昌城内的守军 最先那三声信号枪 开枪人已不可考 但有一把M1896式井用型毛色手枪 却曾经历了那惊心动魄的一晚 并且保存至今在日史册 他的主人正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十年四十一岁的朱德 朱德曾担任南昌市公安局长 起义前夕 受到中共中央指派 前往南昌做先期准备 7月27日 负责领导武装起义的周恩来到达南昌 当晚住在朱德寓所 朱德向他汇报了南昌城内国民党军队驻扎情况 画了一张详细的驻军部房图 还提供了敌军将领集中在庐山参加反共会议 南昌城里守敌减少等情况 江西大旅舍曾是南昌最豪华的宾馆 旅舍一楼大厅摆放着时钟 屏风和两面镜子 蕴藏着始终平静的吉祥之意 为了方便指挥起义 朱德出面租下了这个地方 中共前敌委员会再次成立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一个始终平静之地 成了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中心 8月1日的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它犹如一声惊雷震撼了整个社会 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 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光辉历程 预纫离 阴险 字幕志愿者 李政unt某